保理政策变定今年所情的事结果 出现将近200个无法度开会与结果的问题 经过农伺所参与进行检验 公布结果是材料有问题 与生涯影响两个主要因素所造成 不过业者无认为他们的材料有问题 对农民要求的包装 也没有质民的回应 让农民非常不管 任务万文君要求农委会必须出面协调 一个月来让农民面前的答案 它确实不一样 看它有比较慢 这个是事实 那这个是早期种植的种苗 在低温的状况之下 可能会造成生长缓慢开花延迟 农伺所参与进行检验减结果水平 大面上将近200个 是结果没得到开会结果 原因出体材和气候的影响 种苗可能对低温的耐收性 没有其他苗场那么好 我们觉得是种苗本身 跟天气综合的因素造成 今天我们在大餅里看到的这个现象 这个孙海要怎么来 农民夾备备备备备 不然你 因为你偷一支会 你成本下来 根本偷一支会都没收 这件事你有这个人吗 你要背称吗 我也很明确想知道出我们的政府单位 这会 你成为台湘有没有问题 它应不应该要来给产我们农民的损失 在一起先提醒 尽量要求可能不备备 虽然四月山海造成部分影响 但在那本身也确定有一个问题 農民要求业者夫妻备备备备备备备 但业者备备备是让農民真会大 用半天市没问题 台湘有问题 那就是说 咱们有问题 都用同样的咱们 做会有问题 台湘公司 小孩跟人家 就是要选 我们的组织要配合 政府 政府 我们叫政府 跟你拍摄 大家要认为 要认为 对吧 大家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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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个结论 我知道出问题 也是要取行文 也不是 你以后就要认为 你的自己 好 我想大家 民民比较关切的 一个是 台湘怎么样去协助大家 那我想今天 可能大家对这个部分 还有一些争议 我们事后 会再跟台湘这边 再来做演议 看怎么样去做 何党 主持协调会 立委马文君表示 在那业者 要扶起部份诊 農委会 也需要 尊对上海的部份 提供相关的救助 如果你要拨 过去两三十 可以 接受今年百分之百 一定要处理这点 第二就是 限于 已经发生的障害 要 農委会 要怎么来 保障 我想这也是 一定可以做出办法 因为我们要批多钱 这个到底是单一事件 还是可不可以 因为低温 来做一个 寒害的认定 那因为寒害的认定 就是 如果天然灾害 还是要从公所 这边来发动 那么回去 也会在联系公所 这边我想再启动 相关的一个程序 山海部份 農民宿认为 增空敌数 需要新一部 协定管夫和公所来认定 对着这些 协定不允认 是不是補充農民 農民宿也圣落 一星期来 完成到凹者的协補 和农民一个面子的答案 记者 王家是裁风报导 在地上的时候 像现在雨季 他也